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史曰 古贤一讯太叮咛 弃酒才花少纵情 李白沉江真见识 绿珠泪主更分明 同山蜀道人何在 征地图王刻已清 寄予近身虚领悟 修教四大日盈盈 话说当下众林社截住王宫 直到冀州府里首告 知府却才声听 一行人跪下告道 这老子挑着一旦高舟 泼翻在地下 看时却有两个死尸在地下 一个是和尚 一个是头驼 这个身上无一丝 头驼身边有刀一把 老子告道 老汉每日常卖高屋迷营生 只是五更出来赶衬 今朝起得早了些个 和这铁头猴子只顾走 不看下面一跤半翻 碗碟都砸碎了 只见两个死尸 血漉漉地在地上 一时诗经叫起来 到被林社扯住道关 望乡公明镜 可怜见贬茶 知府随即取了供词 行瞎公文 为当方离甲 带了五座行人 压了林社王公 义干人等 下来检验失守 明白回报 众人登场看见医疗 回周禀赴之福 违背杀死僧人 戏是报恩寺 蛇离培如海 旁边投驼 戏是伺候胡道 和尚不穿一丝 身上三四道硕伤 致命方死 胡道身边 见有凶刀一把 只脖相上有勒死 痕伤一到 想是胡道 彻刀硕死和尚 拒罪自行勒死 知府教居本寺守僧 居问缘故 据各不知情犹 知府也没个决断 但按孔木禀道 眼见的是这和尚裸形赤体 必是和那投驼 干慎不公不法的事 互相杀死不甘王公之事 灵社都叫赵宝听后 失守卓阳本寺住持 即被棺木盛炼 放在别处 立个互相杀死的文书便了 知府道 嗯 也是 随即发落了一干人等 不在话下 冀州城里 有些好事的子弟们 一知此事 在街上讲动了 因此做成一支曲来 导师 婆奈突囚无状 作事只嫩狂荡 按月交额 要为夫妇 永同冤仗 怎尽惯恶满盈 便如诸多和尚 雪坡内 横尸礼相 今日赤条条 神墨模样 力学其妖 头颜为虎 全部享祖师经上 莫连旧母升天 这贼徒 为娘身丧 后来 冀州城里 书会们 备知了这件事 拿起笔来 又做了这支 临江仙词 交唱道 破戒沙门情罪恶 中朝女色昏迷 头驼坐坐 一敲击 睡来同亲枕 死去不分离 小和尚片时狂兴起 大和尚破丧魂飞 长街上露出这些儿 只因胡道者 害了海蛇梨 这件事满城里都讲动了 那妇人也惊得呆了 自不敢说 只是肚里暗暗的叫苦 杨雄在冀州府里 有人告到 杀死和尚投驼 心里早瞧了七八分 徐四 此一事准时石秀做出来了 我前日一时间错怪了他 我今日闲前 且去寻他 问他个真实 正走过周桥前来 只听到背后有人叫道 哥哥哪里去 杨雄回过头来 见识石秀 便道 兄弟 我正没寻你处 哥哥 起来我下处 和你说话 把杨雄引到客店里 小房内 说道 哥哥 兄弟不说谎吗 兄弟 你休怪我 是我一时愚蠢不是了 酒后失言 反被那婆娘瞒过了 怪兄弟相闹不得 我请特来寻贤弟 父亲请罪 哥哥 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 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如何肯做这等之事 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 因此来寻哥哥 有表记 叫哥哥看 将过和尚投脱的衣裳 紧拨在此 杨雄看了心头火起 便道 兄弟休怪 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 出这口恶气 你又来了 你既是宫门中勾当的人 如何不知法度 你又不曾拿到他针简 如何杀的人 谈或是小弟胡说时 却不错杀人了 是此曾生罢休的 哥哥 质疑着小弟的人说 叫你做个好男子 贤弟 你怎地叫我做个好男子 此间东门外 有一座脆平山 好生僻静 哥哥到明日 只说道 我多时不曾烧香 我今来和大嫂同去 把那妇人转将出来 就带了银儿同到山上 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 当头对面 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 哥哥那时 须一指休书 弃了这妇人 却不是上招 兄弟何必说得 你身上清洁 我已知了 都是那妇人谎说 不然 我也要哥哥知道 他往来真实的事 既然兄弟如此高见 必不差了 我明日准定和那见人来 你却休要误了 小弟不来时 所言俱是虚谬 杨雄当下别了石秀 离了客店 且去府里办事 至晚回家 并不提起 义不说甚 只和每日一般 次日天明起来 对那妇人说道 我昨夜梦见神人叫我 说有旧院不曾还得 相日许下东门外岳庙里 那株香月 未曾还得 今日我闲些 要去还了 须和你同去 你便自去还了吧 要我去何用 这怨心 却是当初说清时许下的 必须要和你同去 既是嫩的 我们早吃些素饭 烧汤洗玉了去 我去买香纸 顾轿子 你便洗玉了 书头插带了等我 就叫银儿 也去走一走 杨雄又来客店里 相约石秀 反吧便来 兄弟秀物 哥哥 你若抬得来时 只叫在半山里下了轿 你三个不行上来 我自在上面一个屁数等你 不要带仙人上来 杨雄约了石秀 买了纸竹归来 吃了早饭 那妇人不知有此事 只顾打扮得齐齐整整 盈儿也插呆了 教夫扛轿子 早在门前伺候 杨雄道 泰山看家 我和大嫂烧香了便回 潘公道 多烧香 早去早回 那妇人上了轿子 盈儿跟着 杨雄也随在后面 出得东门来 杨雄 滴滴吩咐 教夫道 与我抬上翠平山去 我自多还你些教钱 不到一个时辰 早来到那翠平山上 但见 远如蓝殿 近似翠平 见边老贵摩云 岩上野花应日 漫漫青草 满目尽是荒坟 鸟鸟白羊 回首多应乱种 一望并无闲寺院 催美好寺 北芒山 原来这座翠平山 却在冀州东门外二十里 都是人家的乱坟 上面并无安设寺院 层层尽是古墓 当下杨雄 把那妇人抬到半山 叫教夫写下轿子 拔去葱馆 搭起轿帘 叫那妇人出轿来 妇人问道 却怎地来这山里 你只顾且上去 教夫只在这里等候 不要来 少刻一发打发你酒钱 这个不妨 小人自旨在此间伺候便了 杨雄引着那妇人并迎儿 三个人上了四五层山坡 只见石秀坐在上面 那妇人道 香纸如何不将来 我自先使人将上去了 把妇人一扶 扶到一处古墓里 石秀便把包裹 腰刀杆棒都放在树根 前来道 嫂嫂 拜一 那妇人连忙应道 叔叔怎地也在这里 一头说 一面肚里吃了一惊 石秀道 再次专等多时 杨雄道 你前日对我说道 叔叔多遍把言语调戏你 又将手摸着与胸前 问你有韵也为 今日这里无人 你两个对得明白 哎呀 过了的事 只顾说什么 石秀睁着眼来道 嫂嫂 你怎么说这般闲话 正要哥哥面前说个明白 叔叔 你没事自把提做什么 嫂嫂你修药应证 叫你看看证件 便去包裹里 举出海蛇梨 并投脱的衣服来 洒放地下 道 哼 你认他吗 那妇人看了 飞红了脸 无言可对 石秀搜得撤出妖刀 便与杨雄说道 此事只为盈儿 便知断地 杨雄便揪过那丫头 跪在面前 喝道 你这小贱人 快好好识说 怎地在和尚房里入间 曾圣约会把香猪耳为号 如何叫偷偷来敲木鱼 石对我说 饶你这条性命 但瞒了一句 先把你剁作肉泥 盈儿叫道 哎呀 国人 不干我事 不要杀我 我不说于你 却把僧房中吃酒 上楼看佛牙 赶他下楼来 看潘公酒醒说起 两个背地里约下 第三日叫偷偷来画斋饭 叫我取通前 不适于他 娘子和他约定 但是官人当老上诉 要我多相桌 放出后门外 便是暗号 偷偷来看了 却去抱之和尚 当晚 海舍里半座俗人 带顶投金入来 五更里 只听了偷偷 来敲木鱼响 高声念佛为号 叫我开后门 放他出去 但是和尚来时 瞒我不得 只得对我说了 娘子须我一副串着 一套衣裳 我只得随顺了 四次往来 通有数十糟 后来便吃杀了 又与我几件首饰 叫我对官人说 使叔叔把言语调戏一截 这个我眼里不曾见 因此不敢说 知此事实 并无虚妙 婴儿说吧 实修便道 哥哥得知吗 这般言语 须不是兄弟 叫他如此说 请哥哥缺问嫂嫂 背信原由 杨雄揪过那妇人来 喝道 贼贱人 丫头已都招了 便你一歇而休赖 再把事情对我说了 饶了你贱人一条性命 我都不是了 你看我旧日夫妻之面 饶恕了我这一遍 哥哥 含糊不得 需要问嫂嫂一个明白 背信原由 贱人 你快说 那妇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 从做道场夜里说起 直到往来 依依都说了 实修道 你却怎地 对哥哥到时候 我来挑衅你 前日 他醉了骂我 我见他骂得乞巧 我只猜 是叔叔看见破绽 说与他 到五更里 又提起来 问叔叔如何 我却把这段话 来知悟 事事叔叔并不曾难点 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 任从哥哥心下 如何措置 兄弟 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 剥了衣裳 我亲自服侍他 实修便把那妇人 头面 首饰衣服 都剥了 杨雄搁两条裙带来 亲自用手 把妇人绑在树上 实修也把盈儿的首饰 都去了 递过刀来说道 哥哥 这个小贱人 留他做什么 一发赶走出根 果然 兄弟把刀来 我自动手 盈儿见头饰不好 却带要叫 杨雄手起一刀 挥坐两断 那妇人在树上叫道 叔叔劝一劝 嫂子 哥哥自来服侍你 杨雄向前 把刀先握出舌头 一刀便割了 且叫那妇人叫不得 杨雄却指着骂道 你这贼贱人 我一时间误听不明 险些被你瞒过了 一刀坏了我兄弟情分 二奶酒后 必然被你害了性命 不如我今日 先下手为强 我向你这婆娘 心肝五脏 怎地伸着 我且看一看 一刀从心窝里 直搁到小肚子上 取出心肝五脏 挂在松树上 杨雄又将这妇人 七世间分开了 却将头面衣服 都拴在包裹里了 杨雄道 兄弟你且来 和你商量一个长遍 如今一个奸夫 一个淫妇都已杀了 只是我和你投哪里去安身立命 兄弟寻思下了 自有个所在 请哥哥便行 不可单吃 确实哪里去 哥哥杀了人 兄弟又杀人 不去投凉山坡入火 却投哪里去 正式 尖淫赋顶 说原因 请客师海 化作尘 若欲必他 灾与祸 梁山坡里 好前身 杨雄道 且住 我和你又不曾认得 他那里一个人 如何便很收录我们 哥哥诧异 如今天下江湖上 皆闻山东 即是与宋公明 招贤那事 即是天下好汉 谁不知道 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艺 仇甚不收留 凡是先男后义 免得后患 我却不合适工人 只控他疑心 不肯安着我们 他不是压司出身 我叫哥哥一发放心 前者哥哥任 一兄弟那一日 先在酒店里 和我吃酒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梁山坡 神行太宝带宗 一个是锦豹子杨林 他与兄弟 十两一定银子 尚无资在包里 因此可去偷托他 既有这条门路 我去收拾了些盘缠便走 哥哥 你也这般兜的 烫火入城 事发拿住 如何脱身 放着包裹里 建有若干拆串首饰 兄弟又有些银两 再有三五个人也够用了 何须又去取讨 惹起是非来 如何就解 这是少时变发 不可迟滞 我们只好往山后走 石秀便背上包裹 拿了杆棒 杨雄插了腰刀在身边 提了坡刀 却待要离古墓 只见松树后 走出一个人来 叫道 清平世界荡荡乾坤 把人割了 却去投奔梁山坡入火 我听得多识了 杨雄石秀看时 那人那头便败 杨雄却认得这人 姓石名谦 祖冠是高唐州人士 刘洛在此 则一地里 坐些飞檐走壁 跳离骗马的勾当 曾在冀州府里吃官色 却得杨雄救了他 人都叫他做古尚早 怎见得石签的好处 有失为证 古软身躯剑 眉浓眼目仙 形容如怪族 行步似飞仙 夜竟穿墙过 更身绕乌旋 偷迎高手客 古尚早 石签 当时杨雄便问石签 你说什么 石签道 杰吉哥哥听饼 小人近日没甚道路 在这山里掘些古坟 密两份东西 阴剑哥哥在此行事 不敢出来冲撞 却听说去投梁山坡入火 小人如今在此 只做的些偷鸡盗狗的勾当 几时事了 肯随的二位哥哥上山去 却不好 为之遵义肯待窃小人吗 石签道 既是好汉中人物 他那里如今招纳壮士 哪争你一个 若如此说时 我们一同去 小人却认得小鹿去 当下引了羊雄石袖 三个人自取小鹿 下后山 投梁山坡去了 却说这两个教夫 在半山里等到红日平息 不见三个下来 吩咐了又不敢上去 挨不过了 不免信不寻上山来 只见一群老鸭 成团打快在古墓上 两个教夫上去看时 原来却是老鸭 夺那肚肠吃 以此锅躁 教夫看了 吃那一惊 慌忙回家抱于攀工 一同去冀州府里首告 知府随即拆尾一员县位 带了五座行人 来翠平山检验尸首医疗 回复知府 禀道 捡得一口妇人潘巧云 搁在松树边 石女盈二杀死在古墓下 坟边移下一堆妇人投驼衣服 知府听了 想起前日海和尚投驼的事 贝戏询问攀工 那老子把这僧房酒醉一结 和这石秀出去的缘由 都说了一遍 知府道 远见的是此妇人与这和尚通奸 那女使投驼坐脚 向这石秀那丝 路见不平杀死投驼和尚 杨雄这丝 今日杀了妇人女使无疑 定是如此 只拿得杨雄石秀 便知端地 当即行仪文书 出给赏钱 捕获杨雄石秀 居于教夫人等 各放回厅后 攀工自去买棺木 将尸首殡葬 不在话下 再说杨雄石秀石秀 离了冀州地面 在路野宿小行 不择一日 行到运州地面 过得香林蛙 早望见一座高山 不觉天色渐渐晚了 看见前面一所靠西客店 三个人行到门前看时 胆见 前林关道 后磅大溪 数百树垂柳 一两树梅花磅屋 经针离落 周回绕定茅瓷 芦苇连龙 前后遮藏土炕 右臂乡一行书写 门关木皆五湖滨 左侍下七字巨盗 亭户招迎三道客 虽居野店荒村外 亦有高车四马来 当日黄昏时候 殿小二却待关门 只见这三个人 庄将入来 小二问道 客人来路远 一次晚了 时间到 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 因此到得晚了 小二哥放他三个路来安歇 问道 客人不曾打火吗 我们自理会 今日没客气 灶上有两只锅干净 客人自用不乏 店里有酒肉卖吗 今日早起有些肉 都被近村人家买了去 只剩得一瓮酒在这里 并无下饭 也罢 先借五生米来做饭 却理会 小二哥取出米来 与十千就逃了 做起一锅饭来 石秀自在房中安顿行李 杨雄取出一只钗 拔于殿小二 先回到这瓮酒来吃 明日一发算账 小二哥收了差 便去里面 夺出那瓮酒来开了 将一叠熟菜 放在桌子上 石秀先提一桶汤来 叫杨雄石秀 洗了脚手 一面筛酒来 就来请小二哥 一处坐地吃酒 放下四只大碗 蒸下酒来吃 石秀看见店中 眼下插着十数把好坡道 为小二哥道 你家店里 怎地有着军器 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 你家主人 是什么样人 客人 你是江湖上走的人 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 前面那座高山 便换作独龙岗山 山前有一座令微微岗子 便换作独龙岗 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 这里方圆三百里 却换作住家庄 庄主太公 祝朝凤 有三个儿子 称为祝是三杰 庄前庄后 有五七百人家 都是店户 各家分下两把坡道与他 这里换作住家店 常有数十个家人 来店里上诉 以此分下坡道在这里 他分军器 在店里何用 此间离梁山坡不远 地方较近 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 因此准备下 我与他些银粮 回我一把坡道用 如何 这个却使不得 器械上都编着字号 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 我这主人发毒不轻 我自取笑你 你却变慌 且只顾饮酒 小人吃不得了 先去歇了 客人自便 宽饮几杯 小二哥去了 杨雄石秀 又自吃了一回酒 只见十千道 哥哥要肉吃吗 杨雄道 店小二说没了肉卖 你又哪里得了 十千嬉戏地笑着 去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 杨雄问道 哪里得这鸡来 小弟却才去后面静手 见这只鸡在笼里 寻思 没甚于哥哥吃酒 被我悄悄拔去西边杀了 提桶汤去后面 就那里咸得干净 煮得熟了 拔来与二位哥哥吃 你这死还是这等贼手贼小 石秀笑道 还不该本行 三哥笑了一回 把这鸡来手撕开吃了 一面盛饭来吃 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 放心不下 爬将起来前后去照管 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 都是鸡骨头 却去灶上看时 半锅肥脂 小二慌忙去后面笼里看时 不见了鸡 连忙出来问道 客人 你们好不达道理 如何偷了我店里 爆响的鸡吃 见鬼了爷爷 我自路上买的这只鸡来吃 何曾借你的鸡 我店里的鸡 却哪里去了 干杯 野猫脱了 黄星子吃了 又鹰扑了去 我却怎能得知 我的鸡才在笼里 不是你偷了是谁 不要争 值几钱 赔了你便吧 我的是爆小鸡 店内少他不得 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借 只要还我鸡 石秀大怒道 哼 你诈哄谁 老爷不陪你便怎地 殿小二笑道 客人 你们休要在这里讨野火吃 只我店里不必别处客店 拿你到庄上 便做梁山坡贼寇借了去 石秀听了 大骂道 呸 便是梁山坡好汉 你怎么拿了我去情赏 杨雄也怒道 哼 好意还你些钱 不陪你怎地拿我去 小二叫一声 啊 有贼 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 静奔杨雄石秀来 被石秀收起 一拳一个都打翻了 小二哥正在要叫 被石牵一掌打肿了脸 作声不得 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 杨雄道 兄弟 这四妹一定去抱人来 我们快吃了饭走了 三哥当下吃饱了 把包裹分开腰了 穿上麻鞋 垮了腰刀 个人去枪架上 捡了一条好坡道 石秀道 哼 左右只是左右 不可放过了他 便去灶前寻了把草 灶里点个火 往里面四下翠着 看着草房被封一山 刮过杂杂火起来 那火请客间 天也四般大 三个拽开脚步 往大路便走 正是 小粪原来 未让鸡 便叫兵险 及潜离 只多兴用 连环剂 注释庄园 做坟鸡 三个人行了两个羹刺 只见前面后面 火把不计其数 约有一二百人 发着喊赶将来 石秀道 且不要慌 我们前前小路走 杨雄道 且住 一个来杀一个 两个来杀一说 待天色明朗去走 说由未了 四下里合拢来 杨雄当先 石秀在后 石牵在中 三个挺着破刀 来战装客 那伙人出师不知 轮着枪棒赶来 杨雄手起破刀 早戳翻了五七个 前面的便走 后面的几一代要退 石秀赶入去 又说翻了六七人 四下里装客 见说杀伤了十数人 都是要性命的 四两不是头 都退了去 三个得一步 赶一步 正走之间 寒声又起 枯草里 输出两把脑钩 正把石牵 一脑钩搭住 拖入草窝去了 石秀急转身来救石牵 背后又输出两把脑钩来 却得杨雄眼快 便把破刀一拨 两把脑钩拨开去了 将破刀 往草里便戳 发声寒 都走了 两个剑捉了石牵 怕深入重地 亦无心恋战 顾不得石牵了 且四下里 巡路走吧 剑东边火把乱鸣 小路上 又无丛林树木 两个便往东边来 重庄客 四下里赶不着 自救了带伤的人去 将石牵被剪绑了 押送朱家庄来 且说杨雄石秀走到天明 望见前面一座村落酒店 石秀道 哥哥 前头酒寺里 买完酒饭吃了去 就问路程 两个便入村店里来 以了坡刀 对面坐下 叫酒宝取些酒来 就做些饭吃 酒宝一面铺下菜树碗酒 荡江酒来 芳玉带吃 只见外面一个人 奔江入来 身材长大 深得 阔脸方筛 眼仙耳大 冒愁行粗 穿着衣领 查克愁衫 带衣领 万字头巾 记一条 白卷大宝 下面穿一双 油棒吃 叫道 大官人叫你们调蛋 来装上哪 店主人连忙应道 装个蛋 少刻便送到庄上 那人吩咐了 便转身又说道 快调来 却待出门 正从杨雄石秀面前过 杨雄却认得他 便叫一声 小龙 你如何却在这里 不看我一看 那人回转头来 看了一看 却也认得 便叫道 哎哟 恩人如何来到这里 望着杨雄石秀便败 不是杨雄撞见了这个人 有分叫 杨雄石秀便败 梁山坡内 脑犯了那个英雄 毒龙钢钳 乱杀下一堆尸手 只叫住家庄上三番闹 丸子城中大队来 毕竟杨雄石秀 遇见的那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水浒传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铁林 很高兴陪你一起读水浒 第四十六集 宋朝最大的购物中心 竟然是这里 本集故事中 杨雄和石秀给潘巧云挖了一个坑 表面上让他到东门外 废岁山上的岳庙 环一柱许愿香 暗地里则是趁着山中僻静 杀人复仇 话说这天下最有名的岳庙 应该是杭州西湖畔祭祀岳飞的吧 可在水浒故事发生的时候 恐怕岳飞还是个小屁孩 山上怎么就有祭祀他的庙了呢 各位看官 此岳庙非彼岳庙也 祭祀的也不是岳飞 而是东岳大地 话说山有五岳 东岳为泰山 古人信仰万物有灵 山有山神 水有水神 泰山既然为五岳之首 必然也有高规格的山神 那就是东岳大地 它可不简单 既管生又管死 世间一切轮回 它包园了 我们受西游记的影响 以为人死后进的是殷曹地府 里边还有十殿言罗之类的神神怪怪 但实际上 殷曹地府是外传的佛教思想 本土的中国老百姓更相信 人死之后去哪儿报到呢 东岳大地那儿 东岳大地这么厉害 历代君王总是想封善泰山 和他套个进步 能封城的 不说千古一地吧 至少也是百代明君 祭祀东岳大地的庙 叫做戴庙 或者东岳庙 简称岳庙 在各地都有分支 所以潘晓云去烧香的 就是东岳庙 敬的是东岳大地 宋朝人喜欢到庙里去 不单单是烧香 那时候的庙 可谓是大宋的超级购物中心 其中最有名的一座 是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 大相国寺 就是鲁智深在东京出家的地方 那是北宋的皇家寺院 别看皇帝轻易不出门 想跑出来与民同乐 就到大相国寺 转悠转悠 大相国寺平日里和尚清修 可每个月有五次大开庙门 欢迎大小商贩前来练摊 在大相国寺的集市里 可谓是有吃有喝 真勤益寿 应有尽有 刚迈进庙门 就是卖活物的 不是宰了吃肉 而是宠物市场 什么花鸟鱼虫 猫猫狗狗铜钱送上 给您抱走 后面二道门 三道门那边卖的是日用百货 虽然是地摊 那也是有讲究的 不能直接全扑的地上 让买家蹲着看货 多掉价呀 头顶上得织上一片彩色的木布 周边再围上一个棚子来 才算有范儿 甚至一些违禁的弓弩兵器 也能在这木布底下偷偷买到 再往前走快到大殿了 那就不是一般小商小贩能够站的地盘了 好歹也是东京城有名号的大品牌 才能够站下一席之地 比如王道人牌密件 赵文秀牌毛笔 以及攀谷牌松烟墨 你看 东京城的商贩对佛祖还是非常尊重 在大殿之前做的买卖 一般来说有点文化味 所有人要平心静气 把文化范儿端足了 要是你非要跑过来买鞭炮点烟花 那对不起 不用人家护四五僧出手 旁边练摊同行就能把你踹出去 大殿后面那是专门给文人来买卖金石书画 有一些退职的官员在离开东京前 也把一些不要的二手物件给卖出去 这地方就相当于是北宋的攀谷园 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和他的丈夫赵明成 是这个地方的常客 没事过来逛逛就想捡个漏 可以说这就是全国艺术品的积散中心 俗话说的好啊 逛吃逛吃 购物中心这地方不光是买东西的 吃饭也是个要紧的事 大相国寺里面不仅仅是准备宿宅 人家是真把顾客当成了上帝啊 开在大相国寺里的饭馆 那都是以烧猪肉给主要特色 北宋有个宰相叫杨毅 就好这口 不过人家吃完以后就跟和尚说 你们好歹是僧人寺院 整天烧猪肉卖也不好听 要不咱就取个谐音说你们这是烧猪院 猪红色的那个猪啊 这不比猪头肉那个猪子好听吗 老百姓逛到这儿吃了一顿烧猪肉啊 也不算完 从唐代开始 寺庙里面就有一个娱乐活动 叫做讲宝卷 其实就是高僧给老百姓 讲佛教的故事 老百姓嘛 因果循环生死轮回这些道理 听听也就罢了 重点是前面的故事好玩 而且听的时候 寺庙里面还免费提供冰凉的干草汤 解渴消暑 买了该买的货 吃了满嘴的油 喝下一碗干草汤 听和尚讲讲神神怪怪的故事 大半天啊 就算过去了 走进大殿 交上两个香火钱顺手 给佛祖敬上一炷香 今天这一趟算是圆满了 这是一个北宋人简简单单的逛庙之旅 正所谓太平日子 现世安好 大宋朝 普通人过得清平有乐 明星小贴士 本回故事中 石秀手中所拿的解冠尖刀 解是斩断的意思 解腕剑刀比一般的匕首要长 能斩断顽口粗细的物体 甚至可以劈砍枷锁 在水浒传中是居家旅行防身杀敌的利器 第四十六回 杨雄推狠 病官所 真的有病 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孟凡君 我们今天继续进行 传世明著水浒传 第四十六回的解读 上回咱们讲到 当病官所 杨雄听石秀说 他的婆娘潘巧云跟和尚裴如海 斯通时不由大怒 最久之后 杨延要杀了自家的媳妇 但是当他又听见 淫妇潘巧云 诬赖石秀调戏他时 杨雄又不由大怒 杨延要跟这个新结拜的兄弟 一刀两断 杨雄 这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却展示出了墙头草 两边倒的性格弱点 幸好这石秀是个精明人 他趁着银僧裴如海 和潘巧云斯通之际 先杀死的替裴如海望风的投驼 又捅死了随后出来的裴如海 把这两个家伙 拨得赤条条的横尸接头 然后回到了客宅 悄悄的睡下了 如果从法律的角度看 石秀所为 似有过火之处 毕竟仅仅是为了一个和尚偷情 石秀就接连杀了两个人 而且还赤条条沉食接头 但是从情感的角度看 石秀这样做的确是干净利落 有勇有谋 大快人心 作者这样刻画石秀的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 应和了读者的心理宣泄 达到了一种情感的同情和共鸣 石秀这样做合不合法 暂且不论 我们看接下来的好戏 对于街道上突然出现的两具赤裸的尸体 各方面的反应 真是耐人寻味 第一 卖高舟的王老头 担着一旦高舟只顾走 被两具血漏漏的死尸 一跤半翻 诗经叫起来 第二 众街坊邻居 扭住王老头 当成是犯罪嫌疑人 告到官府 第三 街道办事处人员 即勘察现场的武作 看到和尚被捅死 头驼脖子上有勒死伤痕 身边有刀一把 便断定是头驼捅死了和尚 然后畏罪自己勒死了 第四 济州知府 先拘捕本寺守僧 未能问出情犹 因此呢 也没个决断 第五 当案恐目 也就是直接负责办案的人员 看见和尚赤身裸体 便认定是那头驼干了不法之事 互相杀死 不甘亡功之事 这样 通过街坊邻居 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公安局和政府工作同志的合理猜测 终于认定了 这个和尚一个头驼是互相杀死 这样 卖高舟的王老头便无罪释放了 除了受到一点惊吓 摔破了几个碗碟 总算没有受到冤屈 这段描写啊 入股三分的揭示了官场的腐败和混乱 官僚的无能与推诿 百姓的可怜和无助 刻画出了一幅触目惊心的世道破败图 二人被杀 满城轰动 潘巧云自然惊得呆了 并暗暗的叫苦 这些且不说啊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的主角 并观索杨雄 作者在书中对杨雄形象的进一步刻画 是通过一系列细节展示出来的 细节一 杨雄赔罪 这杨雄一得知有人杀死了和尚和头驼 就知道此事准是石秀做出来的 便急忙寻找石秀 说道 兄弟 你休怪我 是我一时愚蠢不是了 酒后失言反被那婆娘瞒过了 怪兄弟相闹不得 我今特来寻贤弟赴经请罪 细节二 杨雄发飙 石秀拿出了和尚和头驼的衣裳 作为二贼作恶的证据 杨雄一看心头火起啊 便说道 兄弟休怪 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 抽这口恶气 细节三 杨雄犯傻 石秀听杨雄这样说不由笑道 你又来了 你既是宫门中勾当的人 如何不知法度 你又不曾拿得他针尖如何杀的人呢 躺或是小弟胡说时 却不错 却不错杀了人 杨雄一听 犯傻了 赶紧问石秀怎么办 以上的描写啊 刻画出了杨雄有雄心没主见的形象 那么接下来 作者从两方面对石秀的形象进行了进一步的刻画 一方面石秀向杨雄献计 如何把潘巧云的奸情搞个水落石出 鉴于杨雄家住街巷之中 潘巧云若是叫嚷起来 被左邻右舍听见 又要惊动糊涂无能的官府老爷 有诸多不便 因此石秀的计策是 在第二天 让杨雄把潘巧云和丫头盈儿骗到山上 当面把是非都对的明白了 然后在一纸修书修了这妇人 说的杨雄直呼 兄弟如此高见 另一方面 石秀变卦 第二天 杨雄果然把潘巧云和丫头盈儿带到了山上 盈儿和潘巧云先后招任 与和尚思通 又证明石秀清白之后 石秀却对杨雄说道 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 任从哥哥心下如何错置 杨雄挥刀杀了潘巧云 修书的事 草望的没眼了 不料 石秀又递过刀来 对杨雄说道 哥哥 这个小贱人留他作甚吗 一发斩草出根 杨雄一听 随即手起一刀 把小丫头盈儿也砍作两段 这样 石秀不仅还自己以清白 又让杨雄惩罚了淫妇潘巧云 这段描写估计让好多读者朋友 既解气又解恨 大呼过瘾 但是不知读者朋友们注意到没有 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呢 作者笔下的石秀形象产生了一些变形 在这之前 作者在描写石秀一身好功夫 却以卖柴为生的时候 看到杨雄受破落户们纠缠 而出手相助时 受到潘巧云的勾引 却坐怀不乱时 都是一个安分守己 仗义正直的形象 但是为了证得自己的清白 石秀杀死了裴如海和头驼 又令二人赤裸裸横尸街头 虽说二贼死了活该 不过呢 从石秀杀人时的手段看来 这多少有点无毒不丈夫的意味了 然而石秀在给杨雄支招摆布 潘巧云的做法 确实不无指摘之处 本来呢 石秀的建议是弄清真相 修了银妇 但是石秀却临时改变了计划 变成了听任杨雄杀了银妇 更有甚者 小丫头银儿说出了真相 正得石秀清白之后 石秀却把刀递给了杨雄 一句斩草除根 就让杨雄把这小丫头砍成了两段 客观的说啊 潘巧云不守复道 败坏人伦死不足惜 不过呢 银儿固然有错 但罪不至死啊 在这里 石秀一改前面的正派形象 做的有点过火了 另外 从法律角度而言 不管哪个朝代 对偷情男女啊 都有着各式各样的惩罚 但不可能把双方问成死罪啊 但是在石秀的布局中 不仅肩夫裴如海死了 而且给肩夫报信的头驼也死了 不仅淫妇潘巧云死了 而且给淫妇使唤的丫头银儿也死了 一桩私通案死了四个人呢 这下又轮到杨雄犯傻了 老婆没了 丫头没了 家没了 只剩下一个刚结交的好兄弟 下面该如何过日子呢 石秀的答案是现成的 投奔梁山 不料 这脑瓜子特灵活的石秀 和脑瓜子不太灵活的杨雄 又加上惯于偷鸡摸狗的古尚早十千 还未到梁山呢 就为梁山惹下了他天大祸 由此又引出了三打住家庄的闹剧 好了 本回到此为止 下回精彩继续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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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